相传明朝的神机舰射程能达500码 火箭一旦击中目标就会爆炸 更猛的是一次能发射200支火箭 出于好奇心 三人组决定做一辆给大家玩玩 求证下传说能否实现 跟烟花一样 神机舰的火箭装填的也是黑火药 为此托尼和阿金找到了当地的烟花专家 向他请教如何制作火箭 在专家的指点下 两人制作了三支装药量不同的火箭 来到场外测试 结果第一支装药量小的 没能飞出去就原地炸了 说明推力不够换第二支装药量多的 但是由于末端喷嘴太大 也没能飞出去 直到第三支两人改小的喷嘴 火箭终于成功飞了出去 达到了传说中的500码射程 接下来就是验证第二项 火箭命中目标后能否造成加倍的伤害 回到实验室 三人用火箭射珠大腿测试 第一支只烧掉了几根猪毛 而他们预想的结果是能炸开 造成目标成敦的伤害 经过托尼的改良 在黑火药量不变的前提下 只改变装填方式 之前用的是保持管 管子爆开后能量随之散开 改良后的管子两端封死 再装入一小段隐性 形成两极爆炸 最终猪肉造成重伤 实验结果也达到了传说中的效果 现在只差验证最后一项 200支火箭能否同时骑射了 在这之前还要复刻一辆神机战车 托尼仅根据一张图片 利用木头和竹子 每一会儿的功夫 就打造出了接近完美的发射战车 与此同时 阿金利用泡沫板 制作出了多个人体模型 用于最后实验火箭的炮灰 一切准备就绪后 三人来到了偏僻的采食场 进行最后的200支箭骑射 他们只有一次机会 必须小心仔细地安装 每一支即将发射的火箭 经过抽签 阿金赢得了最后的点火拳 200支箭的引信都绑在了一起 所以只需要点燃主引信就可以了 随着一阵浓烟冒出 火箭成功射出 好家伙 这场面让没见过世面的三人 激动坏了 最终实验成功验证了 明代的神机箭 和传说中的效果一样